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用种上一半的田 得到的收入就已经足够一家人用了 是村里的富户 有一天他走在路上 迎面来了一位西域的僧人 这僧人一看到他 就立刻迎上去说 这位施主 小僧看你是得了怪病了 刘某白了他一眼 说 胡说 僧人笑了笑 问道 施主能把酒当水喝 而且从来不醉 是也不是 刘某愣了一下 说 是啊 你如何知道 僧人说 我看见你身体里寄生着一只酒虫 所以你才谦卑不醉 这是病呀 等不得得治 刘某听把惊慌失措 马上求僧人救他的命 僧人说 这事容易办 刘某赶紧问 需要用什么药材 他这就去治办 僧人告诉他 什么药都不用 物理疗法 你这么办这么办 刘某连声称事 第二天中午 劣志当头 刘某被绑住了双手和双脚 趴在一张长凳上 在他脑袋前面半尺的地方 放着一坛好酒 酒坛敞着口放着 刘某本来就是个大胖子 在暴晒之下 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 口渴难难 而面前酒香四溢 更是馋得他口水横流 但苦于手脚被绑 动弹不得 苦不堪言 这时 刘某已经后悔了 听着僧人的话 在酒瘾的剧烈冲击下 脑子也感到阵阵眩晕 突然 他感觉像有什么东西 正沿着喉咙往上爬 然后嗓子齐痒难熬 一阵恶心 哇的一声就吐出一个东西来 那东西呲溜一声 正好钻进酒坛子里了 僧人见状这才给他松了绑 他赶紧往酒坛子里看去 只见那酒中有一条红色的肉条 约三寸长 长着嘴巴和眼睛 正像鱼一样游来游去 仿佛正享受那美酒 刘某着实吃了一惊 马上拿出钱来 答谢僧人的救命之恩 僧人说 不用钱 把那虫子送我便是 刘某问僧人 要他做什么 僧人答道 此物名为酒之精 把它放到清水里搅和一下 就能把水变成美酒 刘某不信 当面让僧人掩饰一下 结果果然如此 而刘某此时 闻到酒味就感到厌恶 所以就把酒虫送给了僧人 从此以后 刘某对那酒是恨之入骨 滴酒不沾了 但是他原本肥胖的身体 也随之慢慢变得瘦弱 家中的肥田 也逐渐落入村人之手 家到中落 最后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这篇《酒虫》出自于清代蒲松林的《辽斋》之意 作者在文章最后评价说 看起来这虫子倒像是刘某的福气 而不是病 这酒之精灵 为了他自己能喝到好酒 给刘某也带来了健康的身体 和丰厚的财产 而酒虫一走 这福气也随之走掉了 后事也有人评论说 这酒虫如果不去除 像刘某这么喝下去 总有一天会喝死他 所以这僧人是救了他一命 各位看官 您觉得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